很多人都有脚后跟疼的毛病,尤其是于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,重体力劳动者,长期站立或行走的人,又或是长期穿高跟鞋的人。 足跟痛常表现胃侧或脸侧疼痛,不红不肿,休息后缓解,或运动后加重,症状已反复发作。 足跟痛的原因,现代医学认为,足跟痛的原因主要有。 一、中老年人多是因为局部组织发生退行性改变,从而引发骨刺、骨膜炎、直筋膜炎等,按长时间行走,过度负重,引起直筋膜劳损。 三、长期穿高跟鞋或外受风寒,而引起的足跟脂肪纤维点无均性炎症,如何缓解足后跟痛。 当你出现脂肪纤,除了几时前往接受专业爱,还可以采取下面的办法来缓解疼痛。 一、拍打脚后背。 第一步,做力。 用拍杀掌直接拍打脚后跟即可,拍完就好了,力干剑影。 二、空灯车,请点脚,经常做脚底灯踏动作,增强肢建模的张力,加强抗劳损的功能。 减轻之不严正,尽量避免长期站立。 长期行走,可以经常点脚,点脚有利于通畅足少因肾经,肾经继续通则脚后跟可得到滋咬,疼痛也就缓解了。 三、穿舒服的鞋,建议多穿软底鞋,小泼跟鞋,鞋跟高度在2-3厘米高位最佳。 这样是全身重心前移,减少足根部收压。 四、使用足根垫,足弓垫,足根垫及在稍后的鞋垫上画出痛点的位置,挖空,在空处垫上药包,可用为零线,白纸一以一一的比例打成下面做成药包。 当然也可不定要包使用,凭足者且有足根痛者,建议在酒站,酒行居前叮好足弓垫,足弓垫在料店可以买到,年轻人建议选购硬质足弓垫,中老年人建议选购软质足弓垫。 五、勤踩毛巾,膝盖伸直,然后拿一条毛巾置于脚掌前端,二手分别握住毛巾二侧。 现在用力拉致筋膜,有感觉到被拉扯为止,每次拉扯后停留10秒钟再放松。 重复10次,此动作可舒缓筋膜紧绷,增加筋膜弹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